大家可以坐前來的 不用 一定要在後面 大家可以坐前來的 不用 一定要在後面 大家可以坐前來的 不用 一定要在後面 那塊布是可以簽名的 如果大家 都認同要撤柴不二一的 可以去簽個名 各位手足 其實我們前面這個空位是可以坐的 是 躺前一點 前面是有一塊721聯署的 可以先簽了 我們的集會是即將開始 開始之前大家可以上前來坐 簽了這份聯署先 再坐 下一個到處 下一個到處 再坐 下一個到處 下一個到處 即興 下一個到處 下一個 上一個到處 可以坐在一起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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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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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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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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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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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龍不製造 大人向發告 世龍不製造 喂喂 喂 是 感謝元朗區學生組織 學牛歉白 來到這一刻 我相信大家絕對不會忘記721的傷痛 所有故意誤動和斷章取義 都不會成為721的真相 謠言是不會講一百次就變成真相 是嗎 是 是 所以我們是必須蒙忘721 守護真相 徹查警黑勾結 同時希望大家可以聆聽到手足的心聲 721我們亦都不可以忘記 每一個奮不顧身去保護大家的手足 和勇不分 不單止一個口號 還要是一種堅持 光復香港 全國革命 守護真相 蒙忘721 接著我來 我們會邀請到元朗區議員到場發言 首先我們會邀請天行區的黃白羽議員上台發言 有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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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721 今晚就是721半周年的前夕 剛才又跟一些朋友 街坊又說回 721那晚大家在什麼位置 721那晚我在後一輛列車 那晚那輛列車在錦尚路停了 停了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在車上很多乘客 在那看電話 看Facebook的Live 在看元朗站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想像不到 那晚721 在上環的遊行完結之後 很多人都打算回家 但是他們想不到回到元朗的時候 會有另一場災難等著他們 那晚在錦尚路 我和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乘客 一邊看Facebook Line 一直很心急 我們心急的是因為那時候列車停了 我們不能馬上去到元朗站 去幫我們元朗的街坊 元朗的人 我們的手足 我們很多朋友都停在那裡問港鐵 為什麼這輛車要停在那裡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馬上去元朗站 為什麼我們要在Facebook看著Facebook 看著我們的人 我們自己的人 我們香港人 被這幫暴徒在那裡攻擊呢 之後去到元朗站的時候 我們很多人 很多的乘客 他們都準備了很多東西 有些人穿多了幾件衣服出來的 他們剝剩一件衣服 想著被其他穿黑色衣服的人 換衣服走 有些可能做了First Day的 他背包有很多急救物品 全部拿出來準備好 想著一開閘 他就會衝出去救人 有些手足勇武一點 他可能帶了很多東西出去 他見到這樣的情況 他又在袋裡拿出來 又去準備保護自己應該要守護的香港人 但是 在那一晚我們見到的 是我們這一幫所謂的香港警察 從小到大我們都說 香港警察是這個維持治安 保障香港人生命財產的香港警察 在那一晚他們是違背了我們香港人 這個正正是我們香港人命運的轉捩點 我們有分水嶺 為什麼我們香港的警察 其實是跟這些白衣暴徒黑社會合作 其實我們可能一路以來都看很多的媒體電影電視劇 我們會覺得這些好像很荒唐 又好像很真實 但我問在座大家有誰想過 會發生在一個回家的元朗人身上呢 這件事也都令到我在那一晚非常生氣 曾經在16年之後 我有想過 我們香港人選了進去的立法會議員被DQ 香港還有什麼出路呢 那時候16年很多人都會說 你們在那裡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叫完可能只有6萬人會叫的 但我怎麼會猜到 在721那晚在上環 我突然之間就聽到有人開始叫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我本身想著可能是一些以前認識的朋友 在那裡大堂喊 但想不到是一個又一個香港人跟著在那裡喊 跟著在那裡叫這個口號 那晚令到我很有這個衝擊 再到721那晚這個衝擊就更加之大 那時候我會想 究竟香港人還有什麼出路呢 這四個字很多議員現在不能說 那時候我會想說 我可以說 香港獨立 慧得住 香港獨立 香港獨立 慧得住 香港獨立 慧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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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香港人很清楚一件事就是 常常有人說 有人破壞香港的法治 常常有人說 香港人的法治被誰誰租塔了 沒錯 就是香港警察 親手把他們一路口中所說的法治 完完全全 根根本本的破壞了 在今天 我們見到有幾多我們自己香港的人 手足 學生 突然之間就被他們這些香港警察 在那裡圍 在那裡威脅他 甚至乎想屈他搶槍 這些荒誕的東西 慢慢變成了我們的日常 但我們都會知道 這個日常 不是我們應該要有的日常 所有的事情很多問題 現在大家都應該知道在哪裏 就是在一個制度裏 而再講回721之後 第二天 對我來說也是非常大的衝擊 我想住在元朗的朋友很多都知道 那一天 留言四起 很多人都說 那一天 哎呀 又會有兩班 黑社會的元朗打鬥開片 每個街口都站了一個刀手在那裏 劉浮山二百個刀手又出來了 但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香港的警察 有沒有走出來澄清這些留言 沒有 我們香港警察 有沒有在那一天 特意加強人手 巡邏鄉元朗 維持治安 沒有 他還說我們先攬著警察的意思 攬著999 2萬幾天打包 真的攬著去月前 了 我們都知道 那一天 我們都知道 那一天 正正就是元朗 真真正正 最黑暗的一天 沒有警察 沒有人敢上街 沒有人敢在元朗開店 整個元朗變成死城 那樣 甚至乎在之後的幾天 元朗都是沒有什麼人敢走出來 這個正正就是香港警察 帶給我們的真正白色恐怖 我們元朗區議會 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 共議 就是要成立這個721工作小組 我們都知道 區議會是一個諮詢組織 及不上立法會 更加沒有這個權力及特權法 更加沒有這個全召權 但我們希望由元朗區議會 我們既然用了這麼多的努力 我們既然犧牲了這麼多的手足 我們有這麼多的議員進了去 我們希望用回議會 做回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我不會跟你們說 放棄街上的抗爭 因為這四年我們都知道 議會的制度 依然在制度裏面 要在制度外面去改變 大家記得一個四個字很老套的說話 出入平安 出了去抗爭的 平安回家 現在可能坐牢獄之苦的 之後都要平安回家 在座的香港人要做的 是為未來回家的香港人 準備一個溫暖的家給他們 這個可能是很多人 對身邊朋友說的說話 但這個也是我對黃台仰 對梁天琦說的說話 多謝大家 謝謝黃議員 以下下來我們有請是 懲警區議員 郭文豪議員上台發言 有請 各位朋友,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 我是情景區議員郭文豪 第一個想先說的是 其實最近很多人都說 最近的抗爭好像冷卻了 事情快結束了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結束? 好! 我們所追求的不同的訴求 有沒有達成? 好! 我想說 721這個事件 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會說 是元朗的悲劇,也是香港的悲劇 因為我們見得到 721之後 發生了很多不同的大小事件 831打死人 10月一槍殺市民 警車撞向市民 很多年青人在連龍場居然會被人去搜 被人去打 被人去抓 被人去鎖 這個是我們要的香港啊? 是! 我們見得到 警暴的問題完全沒有制止 而警暴也是希望 用不同的打壓 令到我們香港人不敢出來 不敢再上街 不敢再走出來 去和這個極權去抗爭 但我想說 721我們見得到很多的市民 很多無辜的街頭的朋友被人打 我們會不會麻木啊? 會! 我們一定是呢 是要守護著我們的香港 也都見到 我們很多的手足 很多朋友被捕的情況 我記得其實 由721那天 之前已經是有遙元滿天飛 在很多街坊的群組 已經在說著 朱海迪那晚會怎樣帶人啊? 林卓廷會怎樣帶人啊? 而那天也都見得到 其實 五六點鐘已經是有 很多的白衣人在雞地附近集結著 元朗區議員早前都已經是 有去問過警民關係組 他們那天會不會有什麼的對策 他們已經說 有全面完善的配備 但我們見到的是什麼呢? 見到的就是 當晚很多的便衣 完全是沒有理過任何的黑社會 也都是見到 整晚無警的時份 天水為元朗警署的落閘 究竟是誰落的決定啊? 是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知不知道發生的那件事啊? 全部都知道的 所以 由721去到722 很多街坊會打來問 722好像變成死成這樣 721沒有了警察 落了閘 由那晚開始 由之前開始 我們已經不會再上香港警察 對不對? 是 因為他們自己都是 知犯犯法 是 解散警隊 核不容緩 核不容緩 解散警隊 核不容緩 我們不同的訴求 我們不同的情況 我們不同的情況 在社區裏面 721 接下來在元朗區議會 是會成立專責小組 我們一定會用盡 我們在議會裏面的 問題質訊 一定要還大家一個的真相 也都希望大家 不要放棄在街頭裏面 不同的抗爭 也都要是繼續在不同的 不同的戰線上面 要守住 我們香港人 我們香港人 是不會放棄的 光復香港 市民禁令 光復香港 市民禁令 五大訴求 決定不可 五大訴求 決定不可 解散警隊 核不容緩 解散警隊 核不容緩 沒有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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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香港人 多謝 香港獨立 為一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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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警報 市警報 查警報 多謝郭議員 接著下來 我們會有請 加湖北區議員 吳建偉議員 上臺發言 有請 多謝手足 你們好 我是Kate 我會說大聲一點的 原因是因為 我要趕給 在加湖山中 那幫 藍絲 那幫 還拆警的人 聽 今天有人 大會一早就邀請了我 來上臺發言 他們都叫我 預備一些廣告 我都想了 但是呢 今天早上 我又被人打斷了 很生氣 我想說 今天有一位街坊 走來跟我說 他叫我 想一下 為什麼 警方 要經常走出來 去欺壓 我們這幫年輕人 他們當時說 因為警察 要執法 那我想問一下 721 你有沒有執過法 好 對面那幫警隊 坐在警車那幫 我走路 從村口 跑出去 都是用了十幾分鐘 你坐車要39分鐘 合不合你啊 對 香港警車 剛剛 有位校長 就跟你們介紹 PK等 是不是 對 那我都要介紹 給你們聽 江湖北 前區議員 李月文 給大家認識 小桃園 跟那幫 鄉黑 吃飯 就有份 就是這個 前任的 區議員 就是說什麼 官 鄉 黑 警 他們合在一起 去做一些 違法的事情 今時今日 有沒有一個人 有被捕 沒有啊 我想說 如果 在 你 都坐在 他自己的大廳 今天跟我說 警方都是 執法者的人 你下來 跟我解釋到 721 為什麼他不執法 我 都會成為一個 藍絲去一起撐警 李月文 李月文 我不知道 你聽不聽到 亦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樓上 但是 你貴懷 跟PK等 都是讀中大 還要同一年級 都是讀社工 你有沒有廉恥 有 有 有讀社工的人 對著一個 去警署 求助 他竟然是一個公安的場合 是說 那個女生 他們在查 不過查 查的是什麼 給假口供 你有沒有這麼離譜啊 解散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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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警隊夠不夠 有 有 我們還要 所有 犯法的 警察 全部都要 你聽不聽到啊 對面的警察 有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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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會過來找我 阿K 做了區議員 不要搞那麼多政治了 做好地區事就行了 我是接受不了的 今時今日 我相信大家都覺醒了 政治和民生是睡不開 我們這班秉承著這麼多手足的血案上來 如果我們當選了 不再去抗爭 不再為他們發聲 我們憑什麼對得住這麼多手足 做好社區需要什麼 首先要做好社區 光復香港啊 如果我們香港光復不到 我做多少社區 誰可以拿啊 把所有東西拱手相仰給警察啊 如果我們光復不到我們香港 我做多好的社區 可能四年後 我就會被他們送去警局 或者可能明天已經送去警局 你會不會叫雞啊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說法 如果我回大陸 如果是說我是 直認不畏 是承認我叫雞 我當時無愧的 這個 不出得街啊 這個 區議員不應該說這些 在這裏 我想和各位說 從來都不應該 分 勇武和和理非 從來都不應該 現在 運動經歷了七個月 很多很多的聲音 開始走出來 但是我想說 一個人其實不應該 局限自己在這裏做什麽 也都不應該 局限自己在這裏做什麽 局限自己在這裏做什麽的身份 我在這個地區 我是一個區議員 我在元朗 我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出到去 我同樣都是一個示威者 都是一個抗爭者 所以希望你們 不要局限自己 和勇是應該不分 每一個革命 大家走出來 所以希望每一位都有一個覺悟 我們是有犧牲 願意承擔這個犧牲 亦都願意去為 離開了的手足 在這裏坐牢的手足 是會為他們繼續堅持下去的 是不是 是 國防香港 自助監禁 國防香港 自助監禁 我告訴對面的街坊聽 還坐在上面 在這裏聽聽我說話 街坊聽 如果 這個香港政府 不下台 香港警察 不得到制裁 我們是不會放棄的 謝謝各位 自助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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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佛太郎 自助監禁 媛太郎 自助監禁 公開 自助監禁 父子 自助監禁 自助監禁 各位手足大家好 明天就是7月1日半周年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除了我们有什么可以做 我们区议员或区议会 理解是会怎么做 我们23号 就会召开区议会的大会 之前我们在1月第一次的大会 就是1月7号的大会 我们就成立了7.21的公务小组 在未来1月23号 我们就会通过职权范围 在2月11号的区议会大会 就会通过成员的名单 我们就会尽快去开始工作 作为一个公务小组的主席 刚刚五件位议员就是公务小组的副主席 我们很承诺我们接下来在我们正式 令到我们的区议员可以加入这个公务小组之后 我们公务小组就会全速起动 我们就会邀请了当日看到发生什么事的 包括港铁 包括1st A 包括记者 包括刚刚林卓廷议员 他直接是受害人 我们会邀请不同的受害人 我们也会邀请何议员 我们会邀请李汉文 还叫尤丽强 我怕我读错名了 我们邀请尤丽强 我们邀请邓丽强来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1510 交代了他们当日看到的发生什么事 我就不信何议员真是路过这么简单 我的选区就是何议员压手的地方 那个公园已经正式命名为何议员公园的了 我们不介意在何议员公园 去开一次会 邀请何议员过来 压多一次手 去说回他当日发生什么事的 我们很希望那件事是还原到的真相之源 我们很希望这个小组 相信我们区员应该尽力 去继续帮到整件事水落石出 我们不单止要令到他的真相还原 我们更加需要在未来 例如在心理辅导上面 又或者在集体诉讼上面 我想我们区员 都一定会继续站在香港人那边 我们会继续帮一帮受害人 我们会继续去要求警务署 去配合我们的公学小组的工作 要他们1510交代清楚 那当然我们公学小组 就没得去刑事起诉他 都没得说我们可以有什么的 法定所谓的调查权力 但是区议员或者区议会的层面 会继续去做好我们的本分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最后会写好一份工作报告 份工作报告 如果政府不跟进呢 那便落出外国体咯 那便变成制裁的理据咯 全世界都知道香港警察呢 原来在元朗警局的时差 是有39分钟的 全世界都没有一个警察呢 好似香港警察那样 香港警察正难得 是这样去令到我们香港人 令到元朗人 受到一帮无差别的 即是无差别的暴徒 去这样去打发 我们那天 我们看到电视直播 看到Facebook直播 我们这段时间就见到 那帮大妈呢 出动了 他们想改写历史 他们想告诉大家听呢 原来是某位议员 带她进去才搞成这样的 何议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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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听到啦 其实大家的眼睛很雪亮的 就是 其实我们要找何议员出来 说清楚才对 何议员呢 我想她这么能言事变 我们公共小组呢 有了她来出席呢 一定是可以找出更加多的真相 一定是身色不少的 我在这里呢 承邀何议员 记得留定时间给我们 记得开会 开完立法会就过来 区议会就作供 我们另外呢 我们会继续 在不同的层面包括 我们会继续去追究港帖 每逢21号呢 就提大家 21号又来了 明天就三点钟风集 我们所有的元朗区议员 都会继续去和大家跟进 这件事没有理由就这样算的 721这件事 改变了香港的历史 改变了整个运动的走向 也都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人生 我等我们元朗区议员 我们有很多位 都是因为见到721这件事 所以才走出来参选 我们当选 我们就不会忘记 过往半年发生过的事 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在721这件事 会继续去尋找的真相 这个是我们元朗区议员 对元朗人 对香港人作出的 尊重的承诺 我们这段时间 一定会继续做好我们的工作 我们一定会 令到大家 觉得我们是做到的 一定会去令到大家觉得 721这件事 是我们一定要继续去找到看 打烂沙盘问到督 不可以让他就这样算 不可以让这帮人 调完职 升完职 就这样算数 打人的人 就应该要坐监 怀职的人 快点 就不单要停职 要扣粮 更加是要他 快点执包服走人 解散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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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元朗区议员 是会继续和各位继续同行 未来有些什么 大家想问 或者大家想传召的人 我们迟些在Facebook 就要大家 去帮忙给我们一些意见 提一下我们 要找哪些人去 工作小组里面 上来说话的了 之后我们就会和大家 更加多的活动 在721这件事上 我们大家 不只是我们区议员的事 是大家的事 大家接下来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找个真实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好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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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张秀妍 议员 那 去到这里 那我们除了请了区议员之外 那我们都以下下来有两位 立法会议员 请到来我们这个集会的 那首先呢 我们有请朱凯迪议员 上台发言 谢谢你 哇 真人公秀的 各位 今晚呢 想和大家 说两样东西 第一样呢 就是和立法会 现在发生的事有关的 第二样呢 就是想说一下 到底现在做一个议员 对香港还可以有什么作用呢 说第一样东西 大家可能没有留意 我们最近呢 为什么我们不给公务员加人工啊 为什么啊 因为警察 都不给警察 那为什么我们不给警察 加人工啊 为什么啊 光是721都不可以加人工啊 是不是啊 更加重要的原因 是我们现在不要这班人啊 我们要解散警队嘛 解散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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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解散 还加什么人工啊 是不是啊 所以 二十四个钟不够 我们在到年初七 一月三十一号 下一个回合 跟他再斗广告 好 要坚持下去 要坚持下去 真的 今天呢 我看到一个新闻啊 我看到一个新闻 在 不知道哪个年宵市场啊 有一个花当 叫做四九遍地开花 大家有没有看过新闻啊 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四九遍地开花 被环保署的人去放射 说他们 埋花的时候 没有收五毛钱的交袋费 跟着被人罚了二千元 五毛钱 各位 你要想想 那个 發二千元告票 那个 環保署的职权 到底他是在考虑什么啊 到底他在想什么啊 香港有18萬公務員 大家都知道 警察已經沒有救了 沒有是非之心 721看著香港人被人打 都由得他 但是18萬公務員 你不可以這樣 如果你身邊有公務員的朋友 你家人有公務員 你告訴他 公務員是有良知的 不是你老闆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看到 那些公務員現在 給老闆叫他做這些政治任務 連環保處都要用那個膠袋徵費 去打壓黃店 我們做立法會議員的 在心裏就確認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對這個政府 還會不會給他新的權力 還會不會立些法例給他 讓他可以拿來針對我們 不會吧 所以立法會 現在還應該立法 其實真的不應該再給他立法 因為他立了那些法 全部都拿來打我們的 做什麼事不公平 我們還會不會分先後 不知道我們現在全香港人最重要的事 就是這八個字 對不對 是 我們不會分先後 然後我們就會被一些藍絲 和保皇黨的邏輯去騎劫了 現在你知不知最近我們民主派被人說 我們是連大導播都不放過 我們是連大導播都不放過 但是大家知不知為何我們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要擋住國歌法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香港人 最關心的 就是不可以有更多的惡法 去剝奪我們的自由 所以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現在你看看一個立法會議員 你不要求他幫你去立些什麼法例了 我們已經不可以做這件事 直到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第二件事我想跟大家說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今天的搞手都很多年輕的朋友 我去台灣 又見到很多年輕的手足 我在香港的監獄 又見到很多年輕的手足 我們很多年輕的朋友 他因為這個運動 離開了 他原本生活的軌跡 原本人生的期盼 那些計劃 可能突然間打破了 我們是不是很想一起幫他們啊 大人肯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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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運動裡面 年輕人 大概小小的 好像我這些 還肯 再加上銀發族 我們每一個人都突破自己 我們見到我們 有很好的文宣 我們的手足在前線 做東西做得很快 做這樣做那樣 我們見到很多黃店 很多餐飲業 煮東西吃很好吃 現在可能有很多手足 很多年輕人 他心裡面覺得迷惘 他覺得 我都不知可不可以再回學校讀書好 都覺得好像沒用 各位 我覺得我們做立法會議員的 我們做區議員的 我們做不同的黃店也好 不同的專業的人 在這個時間 應該為我們的年輕人集合起來 幫他們提供不同的培訓 令到他們 成為更加強的香港人 好嗎 兄弟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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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都覺得 我們可以出一分力 將那些黃店 將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的資源 各樣的專業人士的資源 集合在一起 請大家找我 聯絡我 我們在不同的方法 去接觸手足 幫他們去掌握 更加好的能力 為自己 也都為香港 更加有能力的 繼續擴張 好 光復香港 自從禁止 幫福香港 自從禁止 五大訴求 變成白河 五大訴求 變成白河 香港人 香港人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好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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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邝忠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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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呢,原本就不上來講話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小弟比較少在集會講話 因為集會通常呢,我就會在四周圍做巡邏 事實上,剛才呢,我已經是巡邏過一圈之後呢 就發現呢,外圍呢,都有超過二十輛警車,就包圍著你的區的 我很想跟警方說,今晚是街坊,是學生 是我們年輕人搞過的和平集會 只不過是說,我們叫鐵查721 這個把我們心裏面的屈結,我們要調查真相,是嗎 是 各位,721,是整場運動,真是一個轉捏點 不用說話,沒得爭論的 誰下決定警署關門,誰下決定打999,沒有人理 誰決定那兩個警員在元朗閘駐身離開的 我們,就要將這個真相還原出來,還香港人公道,是嗎 是 就是這樣簡單的,各位 各位,我們只不過是希望將我們以往這麼久以來 學會的是非黑白 真真正正的還原了它 大家知道過去半年,我相信,剛才我在台後 跟很多年輕人聊天 我跟他們說,無論隔多少年,無論相隔多少年 請你們謹記,謹記2019年這個夏天發生的事 記住你們的初心,無論日後你在社會哪個崗位都好 記住這份初心,記住這份香港人的善良 我們要將香港重新好起來 各位,這一場,是一場光明與黑暗的鬥爭 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是一場屬於全香港人的鬥爭 是因為如果這一場仗我們輸了的話 我們不知如何面對著我們的下一代 大家記得 當你記住 有一天 當你在這個時間 盡你最大最大的努力 為這個我們自小長大的城市 這個香港盡了這份力之後 你可以很自豪 在幾十年後跟你的孫 當你的孫有一天 遇到一件不開心的事 他走來找你問你意見 你可以說個故事給他聽 這個故事 最初 就是煙霧尼曼開始 一群年輕人 為這個城市而奮鬥 這個故事的名字 叫做香港 五大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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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奮鬚 香港人 奮鬚 香港人 奮鬚 各位 我只是希望各位 2019年的夏天 到今天 我們慢慢從夏天走到冬天 香港人到今天 都是和湧不分 我們的團結打不散 對方千方百計想打散香港人 他做不到 他千方百計想把謊言一百次 一千次一萬次都做不到 是因為 我們真心對得住自己 對得住時 對得住香港 所以各位 721的事件 這個是沒得爭的 但我希望各位 要答應一件事 正如剛才我所說 我們不要有無謂的犧牲 你知道 礦仔很暗沉 每次在戰區裏面 見到我們沒什麼機會 但我跟各位說 大家都很灰心的時候 畫面這樣想 我對大家有信心 因為我們最終有一天 我們真的會是 報底見的 是嗎 是 五大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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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通常 香港人 通常 香港人 通常 各位 甚至這一刻我發現 我都不知道今晚平不平安 我每一次都懷著你的心 去到不同的地方 不過 我希望各位 除了謹記你的初心之外 亦都希望你願意的 保護身邊人 保護自己 我們這場仗 有 排 打 我不說太久了 我把麥克風交給大家會 我會繼續在周邊做不同的巡邏工作 但各位要記得 無論在之後面對什麼 最危難最危難的時間 謹記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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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 我們 我們 都是 香港人 好 麻煩 大家加油 保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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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保重 我們煲底鍵 麻煩 控議員 先拿一步 謝謝你發言 以及以上 各位議員 我們會把前面 開頭我們會叫大家簽名那條Banner 是的 我們會轉交給元朗區區議員 區議會 其實我們都知道了 現場來了很多位元朗區的區議員 可以請你們上台 上台 來吧 是的 是的 我們的轉交儀式 還有我知道他們有少少東西想跟大家說的 是的 等一下會把麥克風再交給他們 我希望各位能夠給掌聲 在今屆所謂新人和素人的區議員 區議會選舉是之前任務 但是這一屆做區議員是特別辛苦 因為你們是和是非和黑白和良知和光明和暗 斗争到底 謝謝你 Şarang 要反抗 是無缺 走 會按著 齊 是有 會暗 是有 是有 事有 會 不好意思,漏了一句話,我們請我們立法會議員上台 上了,是不是?在這裏 大點褲超看不到東西 那我們找個代表,找個抗議員,好嗎? 好嗎?好 加油 他們說有些話想說,哪位負責… 黃咪?這位,好 香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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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補充兩句 稍後集會之後,我知道大家都會回家 或者做其他事 我作為江湖北區議員 現在我只見到有很多的狗車,貼車在那裏轉 所以呢,如果有街坊,美麗景的街坊要回家 我是會陪你們一齊回去的 如果你們希望找我吃糖水,都無人歡迎的 不過就是了 好,謝謝各位 麻煩這邊慢慢下台,小心點 過父香港 治好主席 過父香港 治好主席 不帶送給 治好主席 不帶送給 治好主席 好了,謝謝各位 緣黨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 我們到最後的一個環節 我們有獎到表演嘉賓 他們不單止會有發言 更希望可以藉由他們的歌聲 藉此表達對這場運動和香港人的想法 有請生理和阿瑠 謝謝 掌聲他們好不好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戒口 他們會有些緊張 給點鼓勵他們好不好 好 另一對 謝謝 謝謝 我都已經看到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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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努 我是阿努 我是叫Sunny 在這段時間 香港發生了很多一些很荒謬 很令人發展 很令人憤怒的事情 但是開心的是 這些事情令到我們香港人很團結 令到我們一起 拿個心出來去面對 現前的挑戰 今天呢 帶了兩首歌來 和大家去 一起唱 一起分享 希望呢 可以以我們 以我們去 一些擅長的事 去為所有香港人 所有手足 打打氣 是 那我相信 是 看到這裏的手足 都不會想自殺的 是吧 沒有 喂 這裡沒有人想自殺的 我們兩個也都不會自殺 我也不會啊 是 那 希望在這裏 如果大家 不知道再怎樣走下去的 我希望 可以用 小小的聲音 去令到你們打打氣 有小小的力量 送給你們兩首歌 第一首 自由 先唱歌 詞曲 像歌唱 吵唱 作詞 聖詞 作曲 歌唱 蝦 作詞 擔心的或對抗 那時那人那問那種釋放 心中的補乎是否飄泡 漆黑的沒落那個去葬 大家冷靜些 各位街坊沒什麼事的 不用耗上去看的 冷靜些 繼續參加 沒什麼特別的 大家摸到很難的 看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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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掉了,撕掉了 回去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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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警